早 主席一样麻烦请部长 吴远你好 部长好 我想针对这个 陈前总统 你把他移间到 这个裴德医院 你的新闻稿里面 其实一再强调 本来法务部是要去尊重医疗专业 结果呢 现在呢 已经 荣总已经有提出这样子的 诊断证明书跟医疗报告 结果呢 我们的法务部 一样忽略了这个 医疗的这个意见 然后就一大清早 偷偷的 悄悄的就把他移到了台中陪德医院 那你在那个相关的新闻稿里面说 居家疗养 语法有语 那本席问你 你可不可以告诉本席 保外就医的法律要件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那个 你们过去几件的保外就医 你告诉本席 他除了所谓的医生诊断证明书之外 像 实际上他的病情 你告诉本席 你做的那个保外就医的全部通通都是违法的啰 你玩文字游戏嘛 刚才委员提到那个吴德美这部分 你告诉本席嘛 居家疗养跟保外就医要件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申请的要件需要有诊断证明书之外 你告诉本席 受刑人受容人平常住哪里 没有居家疗养这个项目 是啊 没有居家疗养嘛 那你告诉本席嘛 保外就医当时的吴德美跟吴德美住哪里 那个是 住他家里 还是住你监狱 还是住你提供的宾馆啊 住他家里嘛 住家也可以到医院之外 你玩文字游戏嘛 你不想要审酌保外就医 你不想要把国序的这个先例的部分 已经做过的这个认定的部分 就是用医生的诊断证明书来认定是保外就医 你不想给阿扁这样的机会 你也认为不行 今天陈前总统已经拿到的这个荣总医院的诊断证明书 你没有办法去再去针对医疗专业的部分做回应的 你就来玩这个文字游戏 这家报告跟证明 他只是单纯把他当作一个病人看待 那我们矫正署跟那个台北监狱呢 除了把他当病人之外 他也是受刑人 所以他综合一半在法律下的确定 你告诉本席保外就医的 之前的那几位保外就医 请问一下平常住哪里 住家里嘛 他可以在家 是啊 他不是就是居家疗养吗 但是我们法律上没有居家疗养 是啊 所以你认为说今天如果台北荣总的医生 不要写所谓的居家疗养 写保外就医你就会准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们要看他 那你完文字游戏嘛 要看他实际上的病情 你完文字游戏嘛 部长另外本席问你啦 你在新闻稿里面你还说 受刑人现在在街内不能为适当的治疗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程序一个程序走完 对不对 是 所以你现在走到了陪德医院了是不是到病间了 那如果病间不能治疗的时候你才认为怎么样 才能保外就医是不是 到时候我们自然以 依照法令规定来 到时候就有保外就医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一定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吗 陪德医院治疗 目前还可以 部长 监狱刑刑法没有这样说 监狱刑刑法是说 如果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医疗 你是任责其一的选项 什么时候告诉你的阶段论 你的阶段论是从何而来 你执法的依据是这样子扩张你的法律解释 去侵害受刑人的人权 他的医疗人权吗 也不是 不然的话我们六万多人的受刑人怎么管你呢 他管你总是要有一个管理这样下来 你告诉本席嘛 之前的伍哲员伍德梅 他为何可以保外就医 你告诉本席 他为何可以在家里又边看医生 可以在家里 你告诉本席 你保护部告诉本席 他大师拿出什么医疗诊断证明书 他还有在你们医疗的监控之下 彻底做检查吗 有吗 以目前那个伍德梅的情况呢 他是已经半身瘫痪 全天的卧床 而且大小便都要他人的协助 还要规律性的做洗肾的治疗 他病情到这个程度 因而高雄监律给他保外就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只要能够在监索里面需要人家照顾的 我们就不要照顾他了 赶快给他送走 还是医疗的部分不能接受适当的医疗 本席就问你嘛 你的监狱行刑法上面是说 不能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你现在回答本席的是 保外就医是 我监索已经没有办法照顾了 不能在我这边执行了 通通把他赶出去 你放宽了还是从宽还是从严 就本席问你 你真正保外就医的要件到底是什么 你的监狱行刑法这样子的规定 你到底是怎么样解释 就会弄到所有的争议都认定你是违法 然后你要弄一个居家疗养的部分认为医疗的照顾 医疗诊断证明书这样的答复 那么一个担任过总统副总统的人 曾经受过礼遇的这些人 如果有一天违反了刑法刑事罪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入监执行的嘛 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监狱行刑的制度里面 另外去考虑所谓的 我们国外讲软禁也好 或者是说再加监禁或是其他的执行方式 目前的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是说立法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考虑嘛 我当然不跟你讨论现行法律制度啊 只要答应了这样的法律规定 我们执法单位一定征照法律来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针对这个所谓总统副总统的卸任的总统 曾经受过礼遇的 如果他因为可能是卸任后 或者是在职期间 因为可能有刑事的追诉处罚 可能是被收押 也有可能被执行 如果今天要去处理 用在家监禁 或者是我们国外一般统征的软禁 不管我们现在提的是张学长的例子 还是翁山书记的状况 这个如果我们在立法院有讨论 用一个新的立法方式的话 你们法务部就没意见嘛 对不对 只要答应能够通过的话 我们是执法单位 好 好 没有意见嘛 好 那本席另外问你 你今天提出来的这个关于这个诈欺罪的部分 你提一个关于一般老百姓冒用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名义啊 你给他刑很重啊 我们这个民众啊 要一年以上十年七年以下的基督心 本席想问你 像林毅氏他本来是赌职 结果搞了半天他后来呢拼拼凑凑 他的这个法律的工房里面 最后有可能是假借植物诈欺 请问一下是不是和是不是用你现在要新修正了 不适用嘛对不对 那本席告诉你那个刑度有问题 你现在送进来立本委员会的是一般老百姓冒用政府机关名义去诈欺的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是如果我今天有公务员身份或是依法执行公务的身份的话 我犯诈欺罪刑法三百三十九条诈欺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没有最低刑度 我如果加上刑法一百三四条公务员加重的话 我是七年半以下有期徒刑 可是没有最低刑度 我有可能只判六个月只判三个月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刑度 权衡上面 可以吗 你送这样的法条进来 你是怎么样 部长 本席问你的啊 如果今天是公务员假借职务诈欺诈欺 他说我都没有违背职务 我也没有其他 我真的是纯粹骗他 他想要走刑法三百三十九条诈欺罪 他刑度比你现在送进来要处罚老百姓的 还要重哦 最低刑还要重哦 你这个刑度怎么去处理 你能够去说服说 我今天有公务员身份的 我利用我其他公务员职务的名义 我去诈骗 然后我一直说 这个跟我现在职务没有关系 我真的只是骗他 结果我用一个刑法三三九加一三四的部分 只有七年半以下有期徒刑 最低刑度没有一个规定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原来是漏洞 如果你想要罚不弱今天想要加重我们老百姓的行责 请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公务员体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可能是漏洞 照贪污制刑条例第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 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机会诈骑的话 他是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最低刑就是七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林毅事案 他其实去否认 我没有去赌职 我没有利用职务上的机会 我纯粹都是骗他的 这些都是我糊弄他的 他想要走刑法三三九炸击罪是不可能的 还是一样触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吗 因为他是具体的个案 我现在不方便表示一点 是吗 你今天谈的只是利用职务上的机会嘛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没有利用职务机会 我也没有利用违背职务 我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对象 就是人家看到我的身份 他误会 我就糊弄别的事情告诉他 暗示他 我没有说我利用什么职务 我也没有骗他哦 我最后跟他说 我拿了他三千万 我拿了他六千万 我是骗他的 他这样的辩护技巧 就是要漏漏漏洞嘛 你告诉本席 你这样的修法 今天 处罚了这个 我们老百姓 罪行这么重 结果懂法律的人 这些人还是专法律漏洞 你这样的法案送进来 其实本席是反对的 一并检讨啦 不然本席真的这一条 不会同意啦 好我们请他们那个 冲判员再了解一下 好谢谢